我一直都在說我真的在用所有的積蓄 已經是洗掉我的積蓄了 有鴉視忠臣之稱的劉錫賢 今天出席王夏衛的壽宴 看到早前他向傳媒透露健康出現問題 而且近期原來劉錫賢遭逢人生巨變 去年離婚要比前妻善養費之餘 更加遇上疫情停工 最近還要遭逢喪母之痛 受盡三重打擊 我打算要買房子 不過幸好就是 叫做我的妹妹 一直都支持我 所以我就肯過了這個難關 幾乎零 是啊 幾百元你就想 真是幾乎零 幾十元就行 是啊 真的啊 四五十元 是啊 真的得到 沒辦法 所以我就說很搶我妹妹的幫忙